炆牛骨 現在先... 那些油 爆爆薑片 爆爆蒜頭 現在爆香了 薑蒜 蒜頭 微微金黃 把牛骨一件一件 放下去 把多油那邊 就向下 現在牛肉出現了 美拉德反應了 美拉德反應 就是我們中國人說的 焦香 現在要煎到兩面 焦香焦香 鬼都說的 美拉德反應 OK了 我們煎好的牛骨就夾起來 現在我把爆好的薑蒜倒進去 然後就把花生醬 薯喉醬 海鮮醬 兩瓶腐乳 倒進去 炆牛骨的醬的湯底 現在把薑蒜下鑊 炆牛骨 先加熱一點油 因為剛才 我們煎牛骨出了很多油 我倒了一部份的油 留下少許油 在鍋底 要不然 我就越燜越多油 現在上面有很多油 要出的 聽到啵啵聲 我們把醬料 倒進去 我看人家都是放進去煲 炒它是甚麼 炒醬 現在用來炒一炒 在牛油裡面炒一炒 醬料就會香很多 會增加湯底的濃郁度 因為你看我放醬 都不是放很多 我不想要這麼濃郁的醬香味 但我又想些醬香 少許老抽上色 少許生抽 少許蠔油 慢火把它推香 大火不可以 大火的醬料就會 聞到焦味 很慢火很慢火就可以了 聞到醬料的香味的時候 再加一點熱水 加一點熱水 要加熱水 對 加熱水 快點滾 好了 煎香的牛骨 倒進去 炒醬料 倒進去 鹽糖香料 倒進去 再加一盒水 加一圈白酒 蓋上去 蓋上去 差點忘記放紅蘿蔔 炒炒它 蓋上去 蓋上去 煮飯 30分鐘 幾分鐘 後 煮飯 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